大家好 欢迎来到看风云节目 我是明镜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世界卫生组织透露中共防疫政策松绑的真正原因 天成异象 中国将有大事发生 习近平清零失败 台海危机升高 中共放宽动态清零防疫政策 一星期后 中国染疫人数暴增 引发外界揣测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在中共开始放宽防疫措施之前 大陆染疫病例就已经激增 外界认为 这才是中共松绑的真正原因 因为中共守不住了 中共突然取消严厉的清零措施 一周下来 各地医院救诊者暴增 发烧药一抢而空 病疫馆一车难求 民众恐慌 目前有一种说法是 中共当局由于取消了清零 所以疫情才爆发 周三 世卫的公共卫生紧急计划执行主任 迈克瑞安向媒体驳斥了这个说法 他表示 早在中国解除严格的防疫措施之前 新冠病毒就已在中国密集传播 分析人士认为 这才是中共政策转向的真正原因 也就是清零已经不管用了 时事评论员王赫分析 没有民间抗争 习近平应该也会放开 习近平当局心里有数 清零政策已经彻底失败 不可能清除病毒 清零成了伪命题 又鉴于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环境 放开将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艰难 病毒变异的危险性更大 防不胜防 目前习当局高层没有人对放开表态 只有被称为清零大妈的孙春兰 还到处跑 下达防疫指示 但已经绝口不提清零 王赫认为 习近平当局是走投无路 左右为难 怎么做都是错 又找不到替罪羊 而被迫放开各种防疫限制 彻底甩锅了 让老百姓自生自灭 同时把腰下台的孙春兰当枪手 自己躲到幕后 以退为进 试图摆脱困境 其实习近平有一条路 所谓清零政策是建立在保党 而罔顾民生的基础上的 他说 习近平是否感受到 这个病毒就是针对共产党来的 只要把保党的心结去掉 就会保了自己 保了国家和人民 美国之音认为 中共是在无预警 无准备和无计划的情况下 突然松绑 因此造成药物 检测盒等物品紧缺 医疗资源挤兑 人心惶惶 目前的北京看起来像是一座 出于风控困境下的城市 街道的餐厅和娱乐场所大门紧闭 人际稀少 曾经繁忙的交通要道 现在空空荡荡 在北京官方严格执行清零政策的三年间 大量中小企业支撑不下去倒闭 很多昔日富翁沦为富翁 活得相当艰难 近日浙江有民众目击 一对流浪的男女在寒冷的天气下睡在街头 男子当时身穿破旧绿色军打衣 头发有些杂乱 女子则坐在男子肩膀上 头上盖着被单 两人当时疑似心情很好 男子架着女子转圈 女子快乐地喊叫 据搜狐新闻报道 两人是一对夫妻 男子33岁 以前是一名商人 这两年因疫情导致生意失败 1500万元人民币身家全数百光 只能流落街头 她的妻子原本只是一名家庭主妇 每天的工作就是照顾丈夫的起居 如今丈夫流落冰冷的街头 妻子并没有抛弃她 而是陪着她在街头挨饿受冻 男子在接受采访时多次表示 感到很对不起妻子 也很感谢对方没有抛弃自己 知名编剧李亚玲直言 她认识的许多老板 也都在停业 裁员 变卖资产 断卖求生 她自己的情况也不乐观 李亚玲透露 她参与投资的两家餐饮 已经因为疫情倒闭了 百万投资打了水漂 李亚玲今年8月在微博发帖表示 她的亲姐姐一家一疫情快活不下去了 大外甥去年一年里在成都换了三次工作 工作三年 好不容易赚得两万块钱 又被电信诈骗给骗光了 差点得了抑郁症 三月份找到工作 老板又发不起工资 这个月10日又失业了 她写道 我姐在龙泉疫区 搞了个露天小茶铺 勉强能带着我12岁的小外甥挣个饭钱 结果今年不停的闹疫情 一闹疫情就不允许营业 幸亏一家人还有50平米的连租房住 现在一家人都挣扎着只求活下去 15日傍晚 浙江杭州 金华等多地发现巨大火球划破天际 随后坠入到浙江境内 并发生巨响 疑似陨石落下 网传视频显示 天上似乎有一个非常明亮的火球坠落 速度很快 非常明亮 直接砸向地面 时间发生在15日下午5点40分至6点之间 当天晚上7点11分 金华市浦江县潭溪镇成头村村民 陈先生对大陆前江晚报说 陨石确实掉在了成头村 砸在了村里农户家门口的水泥路上 砸出了一个六七厘米深的坑 还好没有砸到人 陈先生表示 这块陨石大概鹅蛋大小 扁的 呈黑色 密度较大 大约7两重 目前已经被警方带走 据浙江新闻报道 在拱树区半山上班的季女士说 我从半山下班回家 开车往滨江的家中行事 路过秋时高架时 天已经黑了 天空突然亮起来 像白天一样 我看到天上有一团火一样的东西 短短几秒划过 速度非常快 当时还以为是一朵大烟花 后来想想也不对 杭州城早已经进放烟花了 现在才明白 应该是一颗流星落下吧 当时看了看时间 是17时48分 四前村村民陈群红说 石头正好砸在了他家的大门上 事发时 陈群红一家人正在隔壁餐厅吃饭 忽然听到很大的声音 他还以为谁家煤气爆炸了 然后就听到玻璃破了 直接砸下来 把我家的玻璃都砸坏了 天降陨石 古十多倍视为不祥之兆 网友纷纷猜测 难道要发生大事了 是不是要改朝换代了 据查 中国曾发生过多次陨石坠落事件 其中最为轰动的是 1976年3月8日 东北吉林降下一场浩大的陨石雨 当年周恩来 周德 毛泽东中共三星陨落 据毛泽东生命最后时刻一文披露 1976年4月的一天 又是一个夕阳残照的黄昏 毛泽东半躺半靠在北京中南海 那宽大的床上 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 向贴身护士小孟问道 报上都有些什么新闻啊 于是小孟开始给毛泽东读报 最近 在我国东北吉林地区 降落了一次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 读着读着 小孟突然发现主席坐了起来 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小孟读完这段消息之后 毛泽东被一种惶恐不安的情绪笼罩着 他穿了拖鞋 走到窗边 望着那夕阳见落的天际 望了很久很久 然后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问 这种事情历史上可屡见不鲜哦 史有明载的就不少 也史上的更多了 小孟摇摇头 我是不相信 您能相信 我相信哦 中国有一派学说 叫做天人感应 说的是人间有什么大变化 大自然就会有所表示 给人们预报一下 极有极兆 凶有凶兆 毛泽东稍稍停了一下 然后接着说 天摇地动 天上掉下大石头 就是要死人类 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 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 舌过旗杆 大人物 名人 真是与众不同 死都死得有声有色 不同反响哦 毛泽东说这些话的时候 带着少有的忧伤 少有的叹息 同在1976年 中共三巨头周恩来 朱德 毛泽东相继去世 同年10月6日 中共发生宫廷政变 四人帮被推翻 此事件成为文化大革命 结束的标志 中共由此改朝换代 中国放松防疫管控后 各地疫情全面爆发 习近平陷入清零防疫 失败的混乱局面 分析认为 习近平可能选择对台湾动手 以化解他当下面临的政权危机 中共当局无准备地 全面放开防疫管控 疫情全面爆发 北京许多医院人满为患 处于瘫痪状态 媒体人郭军分析 清零政策失败 影响极为深远 对习近平的一尊地位造成冲击 中共未来面临内部的混乱 内斗可能更加激烈 社会没有方向感 各级政府施政混乱 导致经济民生的崩溃 最后出现巨大的危机 中国民运人士魏京生表示 中共面临困局 习近平已经陷入混乱 可能下一步要对台湾动手 以解决他面临的危机 他认为 现在台湾的情况非常紧急 包括美国现在也有很多的将领 高级官员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了 习近平可能会采取一些措施 发动一场战争 来解决他目前的困境 中国事务专家宋永毅 对美国之音表示 习近平有贸然发动台海战争的可能性 但是结果可能是失败告终 就像普京现在的俄乌战争 他这个弄不好 他也会下台 虽然普京深陷战争泥潭 习近平在台面上与普京保持距离 实际上仍在深化中俄关系 外界认为 习近平正在加深对俄罗斯的长期压住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几周以来 习近平正让中国的政府部门 加强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 中国的计划是增加从俄罗斯的原油进口 在北极建立更多的能源合作 并提升中国对俄罗斯的基础设施投资 中国和俄罗斯也在增加卢布和人民币之间的金融交易 面对西方的施压 这种贸易关系已经成为俄罗斯的一条生命线 有分析人士指出 习近平决定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 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 两国关系会走得更近 习近平长期以来一直钦佩普京 2013年习近平访问莫斯科时 曾对普京说 我与您有相似的性格 外界预测 习近平将在明年访问莫斯科 时间很可能是在明年3月份的全国人大会议之后 如果这次出访成行 将是习近平与普京的第40次面对面会晤 有知情人士透露 2017年的中南海内参材料中 曾有一份习近平母校北京清华大学撰写的报告 指出俄罗斯的经济没有未来 暗示中国与俄罗斯建立紧密的关系 回报不大 习近平当时在报告的空白处批示 一派胡言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看风韵节目 别忘了订阅点赞并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